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出行开启假日模式 商家备战黑五购物计 首开先河 欧盟再次驳回意大利预算草案 获开高额罚单 跨国养风 我与一带一路 中国小伙儿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甜蜜事业 最近油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总是绑定在一起出现在相关的话题当中 当地时间21号早间 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欢呼油价下降 并对沙特表示感谢 还呼吁让油价再降一些 不过特朗普没能开心太久 当天油价就出现了反弹 当地时间21号早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文表示 油价正在下降 太棒了 这就像给美国和全世界大幅减税一样 享受吧 54美元 以前是82美元 感谢沙特阿拉伯让油价再降一些吧 而在20号油价暴跌之后 21号收盘 原油价格有所反弹 纽约商品交易所2019年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54.63美元 涨幅为2.25% 2019年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63.48美元 涨幅为1.52% 纵观今年的油价相关消息 特朗普似乎一直试图扮演影响油价走势有形的手的角色 11月中旬 沙特刚表示需要减产 特朗普就很快在社交媒体上表态 根据现在的供应 油价应该更低 导致国际油价继续下挫 此外 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依靠沙特和其他产油商的增产 来抵消制裁伊朗给油价带来的影响 然而 市场普遍担忧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认为明年 原油市场将功过于求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 是美国人合家欢聚的节日 伴随着节日的到来 美国的机场和地面交通进入到异常繁忙的假日模式 当地时间 周三凌晨 许多人提着行李出现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 他们大多是搭乘飞机 准备与家人团聚 共度感恩节 它会比较忙碌 工业的经济证员说 这是会比较大约的级级 但是我们已经准备了 我们看到 这是从2005年最忙碌的旅游 从2005年 比较54万人旅游 85%的那些48.5万人 会运动到他们的地区 据美国汽车协会预测 这是自2005年以来达到的最高水平 同比去年增加了5% 感恩节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年一度的黑五购物节 许多美国人早已经做好了争相购买喜爱物品的准备 相继到来的节日氛围也使得这个冬天变得温暖热闹起来 而面对即将开始的黑色星期五 以及之后的网购星期一 可以说美国的各大百货商店 以及电商平台都摩拳擦掌 希望能够在这几天提振销量 我们也跟随CNBC记者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美国各地的零售商都在为即将到来的购物狂欢节做准备 据预计今年一半以上的美国人 将在黑色星期五至网购星期一这段时间 在实体店或者电商平台购物 如果你想去逛商场 彭尼百货会在感恩节当天下午两点开门 梅西百货和塔吉特百货的折扣开始时间是下午五点 沃尔玛的黑色星期五从下午六点开始 但是你可以从四点就开始排队 商店将提供免费的咖啡和饼干 除了提供诱人的价格外 零售商也在规划简化购物流程 沃尔玛塔吉特为购物者绘制了所有门店的地图 因此可以迅速找到广告商品 如今在线购买然后去实体店取货 这样的购物方式在节假日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虽然这让消费者有更多灵活性 但也增加了零售商对库存和人力调配压力 他们需要快速执行在线订单 其实自去年圣诞节以来 零售商一直在努力为今年购物狂欢节做准备 现在剩下要做的就是等待购物者的到来 再来看一下欧盟委员会21号表示 欧盟再次驳回意大利提交的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 而意大利或将面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0.2%的高额罚款 布鲁塞尔当地时间21号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对欧元区全部19国 2019年预算草案的评估报告 一度被驳回的意大利预算草案也包含在内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欧盟拒绝接受意大利提交的预算草案 同时因为意大利拒绝提交 符合欧盟规定的预算草案 欧盟将对其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欧盟委员会21号公布的评估报告中表示 由于意大利提交的2019年预算不符合规定 欧盟将启动过度赤字处理机制 根据相关程序 欧盟各成员国将在两周内对这一决议进行表决 一旦决议通过 欧委会将正式向意大利要求一份 使其财政预算案符合规定的补救计划 如果届时意大利仍拒绝修改预算案 或将面临相当于0.2%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额罚款 目前欧盟尚未出现过成员国 违反预算规则被处罚的案例 今年9月底 意大利提出2019年预算案 坚持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提高至2.4% 比前任政府高出两倍 并希望通过扩大公共开支 改善民生和刺激经济 10月 欧盟委员会以赤字过高为由 否决了这一预算案 并要求意大利重新提交修改后的预算案 但意大利政府坚持预算计划不变 事实上 作为高债务和低增长的结合体 意大利正处于两难境地 削减支出的话 将使政府此前向民众承诺的政策搁浅 意大利政府高官 甚至将这种做法形容为经济自杀 而增加支出的话 又被欧盟方面认为 会让意大利的债务规模进一步高起 增加整个欧元区经济的风险 目前 意大利债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高达130%以上 是欧元区债务第二高的国家 仅次于希腊 三日前举行的国际空间站 20周年纪念活动上 俄罗斯能源火箭太空公司 公布了俄罗斯月球基地计划的 建设路线图 作为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罗斯宇航员将在2030年后 登上月球 塔斯社援引能源火箭太空公司 第一副总经理米克林的话说 俄罗斯月球基地建设 将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宇航员计划在月球停留14天 根据这份建设路线图 从现在起到2025年为第一阶段 将构建登月设备的基本模型 同时利用现有的国际空间站测试相关技术 第二阶段 从2025年到2035年 主要目标是实现宇航员登陆月球 并开始组建长期月球基地 2035年后为第三阶段 将建成适合人居住的月球基地 并展开相关科研工作 本月初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罗戈金曾表示 俄罗斯计划在月球建立一个长期基地 该基地可定期接待访问 不需要人员长期驻扎 日常运行主要通过遥控机器人系统来管理 并通过机器人在月球表面执行任务 今年3月俄航天集团宣布 计划两年内发射月球25号探测器 重启俄罗斯终止了40余年的月球探测计划 除了美国和俄罗斯 近些年 世界多国都制定了各自的登月或探月计划 从2007年发射探月卫星 嫦娥1号 嫦娥2号开始 中国已对月球表面环境 地貌 地形 地质构造 与物理场进行探测 航天器以软着陆的方式降落在月球上 此后还将在月球表面巡视勘察并采样返回 欧洲航天局将建设一个 模拟月球土壤和月球栖息地的新工程 作为测试月球探索技术的训练场 模拟环境将尽可能精准地还原月球表面 此外 印度此前表示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月船2号发射计划 将于2018年实施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所研制的 探测月球的智能着陆器发射任务 计划于2019年启动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日常汽车董事会计划在周四 也就是今天 投票决定免去卡洛斯·格恩的董事长职务 任命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为临时董事长 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的董事会 今天召开会议 预计将免去格恩的董事长职务 并解除格雷格·凯利的代表董事职务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董事会计划让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 担任临时董事 随后决定将如何在更长期内 填补董事长的职位空缺 格恩曾担任日产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 之后于2017年 将首席执行官一职 交给长期的副手和同事西川广人 当地时间21号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 法国和日本将寻求 雷诺与日产合作的稳定性 他同时表示 22号他将与日本方面就此事进行对话 此外 据日本媒体报道 雷诺日产三菱联盟董事长格恩被逮捕后 日本方面正在考虑提起相关诉讼 另外 据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 日产希望利用格恩事件为契机 重新平衡与雷诺的联盟关系 使之有利于自己 法新社也评论称 日本方面对日产雷诺联盟的构架不满已久 他们认为雷诺在联盟中取得了过多的日产利润 而对于格恩被捕一事 外界也普遍认为 是日产夺回掌控权的绝好机会 福布斯日前发布了女性音乐人年度收入排行榜 流行音乐巨星凯迪·佩里位居榜首 根据发布的数据 佩里在2017年6月1号到2018年6月1号期间 因在美国偶像中担当评委 以及举办演唱会获得了约8300万美元的收入 根据福布斯透露 佩里每场演唱会的平均收入 接近100万美元 在排行榜中紧随其后的 则是佩里的老对手泰勒·斯维夫特 他在同一时间段内赚了8000万美元 不过他很多场演唱会的日期 都在福布斯评判截止日期之后 这可能是导致他错过第一宝座的一个原因 碧昂斯则以6000万美元名列第三 Lady Gaga则凭借主演《一个明星的诞生》 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销售额 以5000万美元跻身前五 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当地时间20号晚 发生一起巴士坠桥事故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46人受伤 报道说 一辆载有50多人的大巴 在奥里萨邦克塔克地区 行驶到一座桥上时 因躲避横川桥上公路的水牛 而失控冲下桥梁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 大巴直接坠落到干涸的河床上 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 当地居民以及消防队迅速赶到现场 开始救援行动 并将受伤人员转移到附近的医院 由于一些人伤势严重 不排除死亡人数增加的可能 在印度 致命的交通事故十分常见 由于超载道路状况恶劣 及违规驾驶等原因 印度交通事故频发 据统计 印度每年有超过15万人 死于交通事故 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西北接壤 是中国通往中亚的门户 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 全境三分之一的地区 在海拔3000到4000米之间 独特的地理环境 使得这里成为了世界优质蜂蜜的产地 12年前到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的 中国小伙子傅权伟 多年来帮助当地的蜂农改良蜂冬 提高技术 并将生产出来的蜂蜜销售到中国 在一带一路沿线 真正创造了甜蜜的事业 吉尔吉斯斯坦是个山地国家 山很多 非常漂亮 这里的空气很干净 全年没有雾霾 35岁的传统产业重新焕发生机 为吉尔吉斯斯坦新增了 数千个就业岗位 那跟是像卡纳特 罗马这样的风浓 收获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感情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所以在我的青春里 希望自己像一只小蜜蜂 为终极关系增加一点甜 投资消费户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样的财富新角度 创意点亮生活 防运车眼镜问世 防攀比英国一学校 禁止学生穿着高端羽绒服 可以说运车是困扰着 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那么近期呢 法国雪铁龙公司 就推出了一款据说 可以防运车的眼镜 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这就是防运车眼镜 它的结构相对简单 整个眼镜架上有四个环 每个环内部有蓝色的液体 随着眼镜的移动 这些液体的水平面 也会发生变化 据雪铁龙介绍 防运车眼镜采用了一家 法国初创企业的登机环技术 第一 这些蜜蜂没有蜜蜂 你可以戴上蜜蜂 或者没有蜜蜜蜂 第二 这些小蜜蜂 运车以及运船 在医学上被称为运动症 在乘车和乘船时 人眼所见到的运动 与人体内耳前庭感受到的运动 在水平和程度上不相符 人脑感受到这种不一致 就会有恶心等症状出现 人们无法轻易地改变 人体内耳前庭的感受 所以只能改变人眼所见 防运车眼镜就是利用 这些蓝色液体 来重新形成一个人造视频线 消除眼睛和内耳 传送给大脑不同信号间的冲突 从而减轻运车现象 据雪铁龙介绍 该眼镜的使用也很简单 在出现运车症状后 戴上防运车眼镜10到12分钟 就可以摘下眼镜 这时运车症状应该就得到了缓解 有效率达到95% 他们也强调 这副防运车眼镜 不能和运车药同时使用 同时10岁以下儿童也不能使用 防运车眼镜到底能不能防运车呢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 在巴黎对此做的一个小测试 我们今天收到厂家寄来的 这一副防运车眼镜 这一副就是在售的版本 那么我们今天募集了四位志愿者 来做一个体验 他们会把体验的感受告诉大家 记者从巴黎的中国社区中 选择了四位志愿者 他们均自称长期受到运车的困扰 在测试时 他们被要求在汽车的后座 看书或者手机 在出现运车症状后 戴上防运车眼镜10到15分钟 期间可以选择继续看书或者看窗外 待运车症状缓解之后 会被要求继续在车上待一段时间 或者继续看书 在整个过程结束后 他们分别接受了采访 感觉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效果 后来就还是挺晕的 戴上还会晕 可是晕得慢一点 戴上这个眼镜 一开始感觉有一些缓解症状 就有一些效果吧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吧 还是不太行 说实话就是感觉有一点点效果 就是对于我这种比较 从小就晕车的人来说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效果 但是最起码在车上可以看一会儿书了 四位志愿者均反映 防运车眼镜虽然有效果 但是和他们的期望还是有差距 对此 法国登机环公司回应表示 防运车眼镜不可能让人在十分钟之内 完全消除运车症状 而且对于容易运车的人来说 在车上看书刺激过大 目前这款眼镜已经出售了大约一万五千负 95%的人表示有积极效果 但是贾南也再次强调 防运车眼镜并不能100%的消除症状 而对于那些非常敏感的人来说 防运车眼镜也许只能做到 让他们能够完成旅行 而如今在一些学校 学生之间可能会互相攀比服饰 鞋子 文具等等 英国的一所中学 就针对攀比现象颁布了一条禁令 禁止学生穿着高端品牌羽绒服到校上课 引起舆论热议 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伍德彻齐高中 11月初在给家长的信中称 校方了解到一些学生向家长施压 要求为自己购买昂贵衣物 学校校长菲利普斯认为 这些衣服在学生间引起了攀比之风 因此学校颁布此项禁令 据了解 列入学校黑名单的三个品牌 属于高端羽绒服 单件售价在1200美元 约合8300元人民币左右 学校近年来采取多项措施 避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遭受歧视 包括要求使用指定款书包 增加穿着校服的天数等 此项禁令一出 不少家长表示支持 认为此举有助于帮助孩子们 减少攀比 预防校园欺凌 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 禁穿高端羽绒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 要教育孩子们如何正确面对贫富差距 近些年随着各种网购平台的快速发展 中国老百姓不用出国 就可以在网上购买很多国外知名品牌的商品 既省时又实惠 可近日福州的婷女士在网上购买了一支进口口红 原本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结果却有一些尴尬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报道 婷女士在天猫国际一家店铺购买了一支国际知名品牌口红 可随后收到的口红却让婷女士大失所望 口红不仅看起来感觉质地粗糙 外包装 字体 颜色等也和专柜正品有区别 尤其是包装标示已经掉漆 婷女士立即与商家交涉 客服对标示掉漆给出的解释是 仓库全是香水 酒精浓度高 会和标示发生一些反应 商家同时也表示 货品可以专柜验货 假依罚食 我本来是说退货 然后上面写的是假冒品牌 他们就一直发信息给我 要我改那个原因 退货原因 我就不改 然后他们说这个是支持专柜验货的 我很生气 然后就跑到那个专柜去验货了 然后那边就说 你这个不是正品 婷女士将验货结果告知商家 商家表示 要证明这是假货 就必须要出具验货报告 他们只是跟我说 她说没办法鉴定 她说你们这不是专卖店和那个官网上 那些淘宝上的他们不认可 陷入困境的婷女士 联系到了电商平台 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您可以就是百度搜索一下 百度搜索一下品牌方 品牌方的话 它应该是有国内的 有品牌方的联系 还有联系方式 还有境外品牌方的联系方式 那境外品牌方的话 一般可能是通过一些 邮件啊 电话之类的 您可以这样去联系一下 而这样的验货方式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实属不易 于是婷女士要求商家提供进货渠道 就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提供 这个假货的证明 那么我们就反过来 要求她提供你是真货的证明 然后卖家不肯 她说这个是什么 涉及到商业秘密 然后她就直接拒绝了 专家提醒 对于网络上各种支持 专柜验货的商品 消费者要睁大眼睛 谨慎购买 她说是支持专柜验货 这叫玩文字游戏 没有说是支持中国的专柜验货 她也没有说谁来 做的专柜验货 你打的 甚至谁主打谁知 但是不等于定着 不用承担相应的 证明的责任 她必须提供这个商品或者服务 真实情况的 这是她的义务 这是商务者的权利 这些是首先必须要落实清楚的 同时专家也表示 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商品 必须要有中文说明 执行标准 化妆品属于强制检验 如果没有这些 就是三无产品 从来看一下 英国政府已经就对于 全球科技巨头征收数字服务税 提交提案并展开讨论 该计划将对谷歌和脸书等 科技巨头产生影响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最终或将损害 英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 此前曾表示 科技巨头在英国获得了大量收入 却没有按照比例缴税 这十分不公平 英国担对科技巨头 征收数字服务税 税率为2% 脸书公司回应说 目前脸书在英国的所有税收都依法缴纳 希望英国政府提供更多 有关数字服务税如何征收的细节 近年来 科技公司一直积极在英国扩张 而关于这些公司需要在英国支付多少税款 各方的意见存在分歧 数据显示 2017年亚马逊在英国的业务利润增长了三倍 但缴纳的税收却减少了约40% 谷歌公司从2006年到2011年 在英国获得收入160亿美元 但仅支付了1600万美元的英国公司税 但也有人担心 英国计划推出的数字服务税 或将降低英国的投资吸引力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则表示 如果硅谷的科技巨头 希望在英国发展 他们就必须妥协 秋冬季节是污染的高发期 而室外污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汽车尾气 在欧洲污染较严重的国家波兰 一家企业就研发了一种水泥 可以吃掉空气中的污染物 为城市打造更加清新的环境 在波兰华沙市中心的一个办公区内 有一条新铺设的人行横道 它看起来与其他路面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由此经过的路人或许会感受到周围的空气格外清新 这是一家波兰房地产开发商打造的生态混凝土实验项目 这片区域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使用特殊的光催化水泥铺设路面 来自波兰华沙理工大学的专家解释说 光催化水泥中的特殊成分 纳米二氧化钛 在阳光中紫外线的作用下 可以分解空气中有害的氧氧化物 将其转化成无害的可溶性盐 雨水一冲就能清洁干净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 他们在实验室和城市条件下 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研究 与正常路面相比 光催化水泥路面附近区域的二氧化氮浓度 降低了30% 而在实验室条件下 减少量高达70% 投资商计划在该办公区内 建立一个空气质量测量站 定期监测该地区的污染程度 以便该技术的后续研究及推广应用 再来看一下 您见过可以吃的餐具吗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为了减少生活垃圾 日本的一家企业研发出了一种 可以吃的餐盘 吃完饭后 时刻可以轻易地将餐盘掰碎吃掉 筷子也可以吃 它们的原料是灯芯草 吃起来嘎嘣脆 据日本称的这种餐盘有洋葱味 鲜虾味 紫薯味等等多种口味 而且你不必担心它不好用 用一个小时也不会变形 价格大约是人民币5元 最近在尼泊尔加的满都的一家餐厅 机器人服务员金格正式上岗 只见他将一盘热气腾腾的食物 送到顾客桌旁 并发出请享用美食的语音 据新的金格由一家 尼泊尔本土公司制造 不仅会讲多种语言 还能够在上菜的时候 和顾客互动讲讲笑话 最近在意大利著名的挑战者天堂 斯泰尔维奥山路附近 自由滑雪运动员们 举行了一场让人屏息的滑雪表演 节目的镜子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